说 奥峰 作者 峰行列 我是荣洛 精彩 马上开始 第七百三十七集 睫毛轻颤 奥峰再次睁开眼来 探导 这修炼 还真是急不得的事情 越急 越没办法突破 所谓欲速则不达 此言有理啊 眼看着断魂岛 即将到达 却还是没有突入 下个奥义级别 他心中 多少有点急切的感觉 此行毕竟是要和 那个斩锋口中 千古难得一见的妖孽 一决胜负 半分也大意不得 然而 老天毕竟不会把 所有的幸运 都在同一时间 灌注到一个人身上 奥峰才刚突破 奥义入危级不久 即便是再次吸收了 许多统领的战斗经验 也无法在短时间内 再度突破 哎 知足吧你 二十五岁 便有了统领级的战斗力 却还在这抱怨 嘿 你真的是想把我们这些 曾经被称为 天才少主的家伙 都给气死是不是啊 你和我们可不一样 我们毕竟是靠着奥义石走过来的 而你 却完全是靠自己的感悟啊 站在他身边 一身白衣的阴腹肢 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随即又温和地笑了 其实啊 比起千金灭来 你的年龄上 仍旧占了不少的优势 他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还没突破领主呢 若论妖孽 还是你这个小变态最妖 听到这种夸赞 奥峰也没好气地 瞪了瞪眼睛 可我家老爹 把我生得晚了 我有什么办法 眼下我们立下笔试约定 只看实力 与年龄没有关系啊 难道 我还能叫他回老妈肚子里 等我几年 奥峰这话 说得古灵精怪 因复之 也忍俊不禁 哑然失笑 多想也无意 修炼晋升 遇到后面 遇是困难 需要靠机缘和历练 光平感悟 尾事不够 否则 大可以在你那个空间里 待上个二十几年了 我想 说不定到了断魂岛上 经历几次生死战斗 更容易突破些 安慰了奥峰两句 因复之诱导 不过 你也要小心啊 断魂岛 非一般大陆险地 即便是统领在其中 也会遇到很多危险 此番 我们传送的地点都不相同 岛上传讯灵珠 又不能发出通讯 只能借着大动静的时候 再相遇 你独自一个人 遇到沙蒂斯和海妖王 他们派来的人 千万不要硬拼 北方护艇的夏末 传讯过来 那海妖王与沙蒂斯 所生的儿子 这次也来了 海妖王和沙蒂斯的儿子 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呀 万寿岭的第二把交椅 不是曼特伦吗 你当然没听过了 海妖王的儿子 怎么会泄于这种大陆信仰 跑去继承万寿岭 他是东海海域的继承人 最顶尖的便衣魔兽之一 年龄还尚不满千岁 就继承了两个强大种族的 变态攻击力 号称大陵珠以下无敌手 当然了 团战那种不公平的战斗 不能算在内的 便衣魔兽吗 嗯 我会注意的 还有没有 其他有可能成为争夺对手的 值得注意的人物 当然还有 若是发现了断魂海之花 龙翔战队将会是你和寄灭最大的敌人 十大战队之首 这你总该听说过吧 那龙翔统领 洛伊金身为天榜第一的强者 绝非是浪德虚名啊 他是个统领级奥义 便达到大成级的怪胎 五星高得吓人 战斗力当然也远胜一般统领 奥义到达大成的统领吗 的确很让人头疼啊 奥峰摸摸鼻子 倒也不难理解 当初他还是神帝就能领悟奥义 那么这洛伊金 在统领级便达到奥义大成 也不是不可能 还未上岛 便知道了 有这么多可怕的对手在等待 奥峰心中 不禁存了几分紧张 但又有几分冒险的期待感 露斯卡的世界中永远不会缺少挑战 困难当头 他反而更加有斗志 太阳的角度升得更高了 茫茫海域尽头 一个突兀的小黑点终于出现在视野之中 随着飞艇的移动越发变大 很快的 外围笼罩着一层直上青天的恐怖雷光屏障的岛屿 就清晰了起来 这岛屿非常之大 来到近处 南北两边根本无法看到对面 岛屿被雷光笼罩 听不到其中的一丝声音 但却有一股古老的危险气息 从岛中散发出来 正前方的雷光屏障 是拦在沙滩上面的 一部分海滩露在外面 上面还零散地长着一些植被 地面之上鲜红如血的颜色 描绘着一个古老的符文 那符文还隐隐闪烁着鲜亮光泽 应该就是通往岛内的唯一道路 传送阵了 音妇之眯起眼睛轻声道 断魂倒到了 奥峰精神一震也站了起来 我去空间内 把无双大哥他们叫出来 百里无双这些时候 倒是一直在风云空间内 守在百里清霄那被冰封的雕塑旁边 参悟修炼 在见到百里清霄模样的灵智水肿之后 他的心中的痛苦也消散了不少 因为那灵智水肿内 静似有着百里清霄的感情 他看到奥峰和无双都会露出极浅极浅的笑容 虽然很淡 可是唇角 那稍稍扬起的弧度 敏感的人可以轻易发现 但灵智水肿 却不经常出现 奥峰只能使用灵智水肿的力量 却不能常常召唤他出来 似乎他也在修炼完善着自己 奥峰觉得 或许当灵智水肿 真正修炼到能开口和正常人交流的时候 会成为百里清霄的另一种存在形式 奥峰身形一动 出现在风云空间上空 却意外地发现 风云城内多出了两股极为熟悉的气息 他先是一愣 旋即便听见两声激动的呼唤 妈妈 母亲大人 两道修长的身影闪现出来 带着欢喜的笑意向他冲来 小九 曼莎诺 你们两个小家伙出关了 奥峰正面和他们俩 来了一个大拥抱 心头一阵大喜 真是老天帮忙啊 你们这两个小家伙 居然在我即将进入断魂岛之际 顺利突破出关了 这样我又多了两个强大助力 哈哈哈哈 奥峰 还有我呢 清朗笑声从下方传来 却是同样闭关许久的司马玉蓉 两兽一人身上散发的 皆是奥义破军级强者特有的锋锐气息 玉蓉 你也突破了 奥峰惊喜笑道 如此一来 他们队伍之中 可就又多了三名统领级强者 当真是实力大增了 是啊 正巧碰到断魂岛千年一线 我也很期待呢 司马玉蓉轻悦地笑道 显然 百里无双已经告诉了 他们大概情况 司马玉蓉顺利突破并不奇怪 毕竟 他在这风云空间内 已经有一千多年了 而且 他也融合过凄惨奥义时 虽不如大领主的强大 却能为之提供足够的灵魂力量和感悟 不像奥峰所有的感悟 都必须靠自己参悟即可 进阶难度也不相同 奥峰倒是没觉得有什么不公 他的目标毕竟和他们不一样 他们终其一生追求的 也只是大领主 君王 大君王了 而他 却是以君临者为目标的 为了这个更高 更远的目标 自然 要比平常人 付出更多